在国小考英语听力是很重要的 因为小学生他们的学习 很多孩子都还是属于听学型的学习 如果考了太多的单字或是句子的话 也许有些孩子他是听得懂 能够表达也能够沟通的 只是没有办法在考试的评量的部分 显示出他的学习成效 听力测验的时候加入一些变化 让学生觉得还蛮有趣的 例如说我可能就会邀请他们的客人老师 或是校长一起来参与听力试题的录制 那一方面是让学生能够熟悉各种不同的口音 一方面也是不会只有字式电子书里面的那种罐头声音 我这次特别邀请学校新进来的外师 一起参与听力测验的录制 那很多老师会觉得 英文听力测验能够找到外师一起录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我偏偏要让他说中文 我来说英文 其实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孩子比较害羞一点 不敢开口说 所以我想借由我跟外师示范 我们说非自己母语的语言 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动机 让他们知道就算讲得不标准 也不用害怕 大家也都是听得懂的 所以很特别的这次的英语期末的听力测验 是由我负责英语的部分 外师负责中文的部分哦 我们现在要开始录英语科的听力试题 我们是双生代哦 南坎Elementary School 2021 School year 1st Semester 5th grade English Final exam 他原始南坎国少 110年度 上学期五年级 英语科 期末 听力量 上学期五年级 那不错 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我一直说英文 再说英文 你还可以说英文 再说一次 我对吗 对 你对 好 准备 南坎Elementary School 2021 School year 1st Semester 5th grade English Final exam 他原始南坎国少 110年度 上学期 五年级 英语科 期末 评语科 平量尸体 耶 耶 耶 OK Final exam 他原始南坎国少 110年度 上学期五年级 英语科 期末 结束 你必须说 听力测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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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正确的 你想试试其他语吗 大家记得请洗手 大家记得请洗手 大家记得清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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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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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什么是火锅 火锅 火锅 是小的 在土地上 那些声音 没有灯 所以火锅 火锅 有灯 火锅 新年快乐 我也要 Gibson 火锅 我忘了名字 什麼名字? 群眼快樂, it's ok 我要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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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correct What does it look like? 我要放鞭炮 The last one 早餐很重要 And I wanna make it longer 早餐很重要 我喜歡吃飽滴炮 Oh wait, what is the name of it? I don't know the name of it 我第一次發現 他說這個,美國也有賣飽滴炮 然後它叫Rice Cake 是有那個Apple & Cinnamon 就是蘋果肉粿 它看起來就是真的跟 我們台灣的飽滴炮很像 它是圓圓的一個一個的 所以我們同事也會去夜市買 那個真正的飽滴炮 讓它比較一下 飽滴? 再一次? 這個 飽滴炮 That f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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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Taiwanese 爆米香 Taiwanese you say 香 Not fat I didn't know OK 早餐很重要 我想吃飽滴炮 OK Ready Challenge time Let's go 早餐很重要 我要吃 炮 飽滴炮 飽滴炮 That's OK 因為 It cannot recognize It says 沙灘很重要 這個 沙灘 is beach 那早餐 早餐 Yeah 早餐很重要 我最愛吃爆米香 OK Ready 早餐很重要 我愛吃爆米香 What is that? What is it say? Oh wow What is it? What is it? They say 早餐很重要 我愛吃 已到米香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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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I tried It's OK That's OK Forget it Yeah Thank you I know